雖然口罩零已經解除了一段時間 但建議您這幾天還是把口罩給戴起來 因為空氣污染又變嚴重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示意圖 主要是受到中國大陸的空氣污染的關係 境外移入的空氣污染 最近可能會開始影響台灣 而且會從北部開始 先來看到西半部這個地方 這些橘色還有黃色的點點 它們通常都是提醒等級到普通等級 但是北部地區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尤其是北海岸這邊 有很多紅色的點點 它們其實空氣污染的情況 就會更加的嚴重 那麼主要就是由於在中國大陸 上海這個地方 最近的空氣污染真的是很嚴重 加上東北風的關係 就把這些污染物 一起遐帶到台灣裡面來 但是影響程度還是要看 上游累積的程度 還有降雨情況而定 不過環部主要提醒 其實彰化、雲林、迦南地區 因為風比較強的關係 這些陽塵有可能就會影響到能見度 就會像這個樣子 外出的時候會灰蒙蒙的一片 那麼氣象局長證明一點 他也說這是今年密集的第三波 尤其是偏乾的天氣形態 會讓空污會更加的明顯 也提醒民眾外出要多加留意 好 那麼如果您對娛樂新聞有興趣的話 可以拿手機掃描QR Code 到TVBS娛樂投下LINE好友 獲得第一手的娛樂資訊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